上海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然而在新冠定点医院里 仍有许多尚未出院的新冠患者在进行治疗 5月18号 中心社记者与红区病房内原户医护进行独家连线 了解新冠患者救治情况 医务人员向记者介绍 定点医院内收治住院的多为高龄和患有基础病的新冠确诊患者 刘伟和王天旭表示 针对高龄患者的特点 治疗方面需更关注基础病 护理方面也需要做更多人门护理 生活护理 其实这些患者来说的话 新冠病毒感染 肺炎的症状 我们碰到的是比较低还是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因为基础疾病压重 而造成患者的那种病情的这种反复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对这些患者来说 我们说抗病毒治疗以外 其实更多的 它是一个对患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治疗 可能护士就要承担一些生活护理 比如说给他们做擦散脸 做做会因冲洗 衣服脏了 给他们找一些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可能这样更能够让他们觉得 像家里有陪护的那种感觉 可能心理上觉得更容易接受在这里 接受治疗 针对患者的情况 此次航天中心医院医疗队内除了呼吸 重症 急诊这些科室 还有老年科 中医科 骨外科等科室的加入 多学科共同为患病老人进行诊疗 医疗队每天分为四个班次 轮流进驻红区 每个班次工作时间六个小时 由于此轮疫情病毒传染性极强 医护人员也必须做足防护 但重重防护之下 对他们的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这个一方面我们也会接触一些仪器 包括床旁的超声 同时也是凭借了一些经验 这操作可能就是戴着两层手套吧 可能一些大针啊 书业啊什么的 稍微有一些影响 可能这个面瓶一特别热 如果会起一层雾 可能这个也是稍微有一点点 对视线有一点点影响 5月17号上海宣布实现社会面清零 而在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的医护人员 也明显感到患者数量有所下降 刘伟说 相信随着疫情态势更加好转 很快他们就将结束援护工作 返回北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